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2020年上半年最令人失望电视剧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2020年已过半 由于疫情的关系,这半年来很难看到新电影,转投电视剧市场,却看到很多让人又气又笑的剧 下面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上半年最令人失望电视剧 1月1,唐人街探案,豆瓣评分7.2,2020年1月1日爱奇艺读播 唐人街网剧对我来说只有8集,只有前8集,没有后4集 这部剧妥妥的8分以上,作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导演 第一个提出构建电影宇宙,让电影与网剧联动,需要乳气 当然也感谢他把资本完全击除于前8集 后4集的节奏演技,完全不在闲情 他的单让他和前8集完美地划出界限 仔细想想也挺好 黑犬,淋漠,2,爱情公寓5 豆瓣评分6.9,2020年1月12日爱奇艺读播 我的情怀已经被爱情公寓电影透支了 不得不承认最后一季的浮华道和舞美更加精致 但也让这部剧变成了春节晚会,当剧本已经无处可抄 当搞笑情景剧让人笑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我们和爱情公寓都成长了吗 每加数字的时候看得还是饮饮有味 3.新世界,豆瓣评分5.7 2020年1月13日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 腾讯爱奇艺同步播出,但不是的叙事方式 注水无遗,70集开年大剧,松红雷,张武一,林芳,万倩主演 一个王者应声生活成了青鸿,开集8.2,好评一片 但是随着剧情推进,观众无法带入角色 人物形象立不住,节奏颇差,情节不合理的问题纷纷显露 用70集讲了一地鸡毛,观众问散了吧 新世界一地鸡毛,2月,1 完美关系,豆瓣评分3.9,2020年2月18日 湖门卫视首播,爱奇艺,腾讯,芒果同步播出 标榜自己是职场剧,麻烦亮出你的专业性 情节裸理八作也就算了 剧情是真的让观众怀疑人生 演员把公关精英演成傻瓜 编剧把观众当成白痴 金星的名言,完美 2,安家,豆瓣评分6.3,2020年2月21日 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腾讯同步播出 上半年卫视收视率第一,矮子里面拔高可 日剧《卖房子的人》改编,著名编剧66冠名改编 好夜剧以感情戏为主,主要戏剧冲突 里房子无关,我只觉得电视剧中规中觑 至少比同期电视剧都好,差评多来源于观众作差太大 毕竟娘娘自甄嬛之后,一共没多少作品出来 卖房子的人改主意了 3月1,重生,豆瓣评分6.5,2020年3月7日 优酷不过,张艺大段读摆,读得观众昏昏欲睡 笔者倒是认为叙事节奏缓慢 剧情及人物感情内敛,是这部剧的特色 不想同志于白夜追凶 但这也是这部剧遭差评的一大原因 追凶与重生风格差别太大 观众抱着看白夜追凶2的心态而晚 却发现不是一锅汤,白夜慢慢重生 2,如果4月可回头 豆瓣评分3.5 2020年3月20日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首播 爱奇艺优酷同讯芒果同步 故事情节凌乱不堪 所有人物不干人事,不说人话 晋东,李乃文,李宗汉,左小青,赵紫棋,赴京主演 又是好菜炖的满汤 剧情毁三观 我只能忍着看满十集 不宽回首 4月 1 不完美的咖 豆瓣评分6.4 2020年3月27日 层线视频 爱奇艺播出 周迅 魁英宏 赵雅之三大女神同台出演 青年演员黄爵和金牌老戏虎金 是结加盟 国剧罕见阵容 罕见主题 翻开大日日剧 Manda 如此难得的金阳制作被改编剧本 毁了 剧情混乱 感情戏走偏 18集之后 评分极转直下 剧本水楚不服 这编剧我服 不完美的剧本 2 听评论 豆瓣评分 6.5 2020年4月7日 湖南卫视首播 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正午阳光的金字招牌毁于此剧 磨练新导演必然有风险 但该剧的暴冷却有迹可循 浮夸到精凉 演技在线 男演剧本硬伤 剧情推进缓慢 我等地后 原访等到器具 这口锅不知该不该要编剧来背 何时清平何时论 5月 依然烧 豆瓣评分6.6 2020年5月20日 28日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首播 爱奇艺 腾讯视频 哔哩哔哩同步播出 逼格起了 最后没装成 注水猪肉 51集水了20集 剧情颇踏 逻辑不通 剪辑零乱 为了凸显男主的智慧 一堆人演傻巴衬托 尊重一下观众的智商吧 剧本受潮了点不着 6月 1 波牛与黄银鸟 豆瓣平分3.9 2020年6月21日 湖南卫视首播 6月25日 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首播 优酷视频同步播出 全员奇葩 无疑信念 整部剧就是一出赏咖大会 这三观歪的福多福不起 想不通臣建兵 为什么要想不开 这部剧 这种剧本新人演员 也能看出问题吧 不说了 我要去看一下 打三叉戟 惶惶我的狗眼 实在是没法不想 2020年 国内电视剧市场 更加分化 关键在剧本念心 博物心 即使一流制作平台 一流演员 照样摔跟筒 而用心的网剧 也能受到观众流量的热捧 如今的观众愈发 看重质量 影视剧市场 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 但我们的最高制作水准 依然差欧命很远 足足且难 只有认清自己的缺点 才能走得更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 添加小铃铛不迷入